托雷是成吉思汗的幼子 他一生跟随父亲征战四方 为蒙古帝国的创立立下了赫赫战功 然而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草原英雄 却在四十岁的时候极具戏剧性的死去 蒙古密史记载 托雷是听从了神的旨意 为了给本民族和兄长窝扩台赎罪而自裁身亡 那么这是托雷死亡的真正原因吗 他的死给元朝政局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婚姻往事 托雷之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话说这个公元1231年 宋礼中韶定四年 同时也是金哀宗政大八年 同时也是蒙古太宗三年 乌阔台出征金国 征战途中 乌阔台忽然得了病 甚至于不能开口说话 蒙古朝廷当局 马上命令 巫师们占卜的人 赶紧过来进行赞卜 乌师们和赞卜者 后来报告说 是因为金国的大地 江河的神主 因为人民财产被掳 城池市镇被毁 已故非常震怒而作祟 眼看着乌阔台 病情越来越严重 乌师们更加急切地做法 急切地询问神灵 有什么奉献 可以使乌阔台 免于疾病地折磨 当占卜者问道 是否可以 以乌阔台的亲人 做提升的时候 乌阔台终于 悠悠地睁开了眼睛 并且竟然能够开口说话 乌阔台问道 现在情况怎么样 乌师们上前起奏 唯以亲人带之方可 现在就请您 圣财怎么处理吧 于是乌阔台将指道 那么哪位皇子在阵侧 拖累皇子上前奏道 如果我的兄长 您有了不幸 诸蒙古国家就要孤立了 经国就更加弃义了 所以我要代替兄长您 书身 乌师们 请反复诵念咒语吧 于是众乌师开始诵念咒语 在咒语声中 拖累皇子喝下来 已经诵念咒语的神水 稍作 拖累皇子说道 我昏运了 直到我醒过来 请和汉兄长 关怀照料孤儿们 幼稚们和寡妇弟媳 直到他们能自力更生之周期为止 我的话全说完了 昏运了 说着走将出去 其误故的情犹弱势 这是蒙古秘史所载的拖累之词 我们看这么富有画面感 这么文学的描写 我们很可能以为 这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剧本吧 再看看这本书的名字 蒙古秘史 哎呦 那是不是一个地摊小说呀 但这确实是史实 蒙古秘史的原始版本 是用维吾尔提的蒙古文书写的 当时被称作金册 是成吉思汗 黄金家族的世袭普策 一直珍藏在皇宫之中 由皇帝代代相传 元朝末年朱元璋率领大军 北上围攻元大都的时候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元朝末代皇帝 妥欢天沫尔 来不及携带蒙古秘史 就猖狂出逃 元大都被攻破 这部元朝皇室的祖传秘籍 就落到了朱元璋的手里 现在流传下来的蒙古秘史 是明朝整理出的 用汉字拼写的蒙古语文本 也就是说 蒙古秘史可不是杜传的流行小说 它是蒙古族最古老的典籍 是世界的文化遗产 按照蒙古秘史的记载 托雷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岁 我们不禁要问 究竟是金国的神灵震怒 所以要敌人蒙古 献出本民族最杰出的英雄托雷 来侍奉自己呢 还是那个同根生的兄长窝阔台 不能容忍托雷在卧榻之侧 酣睡呢 托雷究竟是尊崇谁的意志 凯然赴死呢 托雷之死又能换来什么呢 以我们今天的认识和见解 我们恐怕很难接受 托雷是听从了神的旨意 愿为本民族和兄长赎罪 因而自裁的 那么假如我们以为 窝阔台不能容忍托雷 窝阔台不能容忍托雷的原由是什么呢 不管是小说还是史书 都一致说窝阔台这个人 宽宏大量 良食夺利 举无过事 是成吉思汗指定的继承人 而且托雷也始终敬爱兄长 托雷死后 窝阔台带托雷的遗孀 索罗和铁尼也不算刻薄 无论怎么看 都像是兄友弟公的完美人生啊 有这么好的哥哥 有这么好的弟弟 如此兄弟一场 竟然最终的真相 是哥哥不能容忍弟弟的存在 这就令人对所谓皇权制度 只能抱之一比一 远生生世世不在帝王家 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对于托雷的死 一个更为可信的说法是 同根生的兄长 窝阔台不能容忍托雷 在卧榻之侧 那么身为兄长的窝阔台 到底会忌惮托雷什么 如果真是窝阔台 不能容忍托雷 继而起了杀心 手握军权的托雷 又为何会心甘情愿地赴死呢 上海开放大学伊小婷 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婚姻往事托雷之死 窝阔台不能容忍托雷的原因 大概有三点 第一点 实力 无论在军力 人口 还是领地 财富方面 窝阔台的实力 都远远不如托雷 从1206年开始 成吉思汗便开始 在监音族的内部分享 其中窝阔台和托雷名下 各给5000户 此后经过20年 成吉思汗死的时候 留下了12.9万的军队 其中10.1万交付给了托雷 其余2.8万 分别给了数次 查贺台 窝阔台等人 成吉思汗当然 爱自己的儿子 但最爱的 无疑是托雷 波斯史学家 托雷尼 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说 成吉思汗 根据四个儿子的才能 给他们安排了 不同的职权 长子树翅 管狩猎 次子查贺台 掌法令 三子沃阔台 主朝政 四子托雷 统领军队 另一位波斯史学家 拉斯特在史籍中也曾经记到 成吉思汗考察了朱子的才能之后 给了他们示意的职务 但是对韩卫的安排则有所犹豫 时尔想到气度恢弘 宽厚明达的三儿子 时尔又想到勇敢善战 有勇有谋的柚子托雷 经过再三的拳口 你说的 王位和国家的事 是件困难的事 让沃阔台去治理吧 我的工杖 家事 军队 珠宝等等 都交给托雷管 并且托雷 分得的领土 是帝国中心 包括沃南河河源之故地 蒙古本土全部领地 足可见成吉思汗 对幼子的补偿之意 在成吉思汗时代 托雷便有 也可纳言 也就是大官人的称呼 而且成吉思汗生前 儿子中 只有托雷一个人 一天都没有离开过父亲 所以其实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托雷才是未来韩威的继承人 第二点 法律 蒙古习惯法 强调幼子继承 托雷正是幼子 当时的蒙古习惯法 和世界上许多游牧民族一样 实行幼子继承制 其中原因 我们只要看看成吉思汗家族 就可以有所了解了 游牧民族婚姻 迥异于同时期 成熟的汉民族婚姻 女性初婚时的 争吵是不能保证的 所以 长子的血统 常常是可疑的 我们就拿成吉思汗做例子 他的妻子 曾被密尔启布 俘虏了过去 归途之中 妻子便生下了长子 树翅 因而当时 很多人都在质疑 树翅的血统 树翅和二弟 查核台 在父亲生前便公开不合 查核台直接说 树翅你就是一个 密尔且主 所以 幼子继承制 通常是伴随着 婚姻制度的 一夫一妻制 以及由此可以保证的 妻子真超的确定 才逐渐地让位 给了长子继承制 毕竟 长子的人生经验 才干 理论上都应该 优于幼子 1226年 窝阔台的儿子 阔端 桂游 向祖父 成吉思汗求赏赐的时候 成吉思汗回答说 所有职务 已经尽规脱雷 鄙系家主 可见 成吉思汗生前 脱雷已经 俨然是家主了 第三 朝政 脱雷坚果两年 如果忽利勒台大会 按选票决定结果 恐怕 也是脱雷获胜啊 1219年 成吉思汗 西征花拉子摩 临行前 与朱子商议继承人问题 长子 竖斥与次子 查核台矛盾公开化 兄弟二人 几乎发生了一场决斗 这种情况之下 由于 沃口台 苏莱在兄弟之间的争执中 善作何是老 加上人也稳重 便由成吉思汗 指定为了继承人 然而 当时的蒙古 并不认为 仅仅有大汉父亲所指定 便可以继承大汉之位 沃口台的韩位的合法性 还需要以让互利乐台会议选举通过 正是这个缘故 正是这个缘故 在成吉思汗时候 沃口台几位之前 脱雷 监国两年 吉汗位 新的大汉 在互利乐台召开期间 照例要向朱王大臣颁发很多的赏赐 笼络人心 1229年召开的 确认沃口台 汗位合法性的 互利乐台大会 按照波斯史学家的说法 是一次欢乐的大会 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宗主们一致同意 成吉思汗的一命 推举沃口台为韩梅 但是汉人的记载 就不是这样了 原始耶律储才传记载 托雷曾经提出过 事由未及 别择日可乎 那也就是说托雷企图 把忽利乐台大会的日期 向后延期 又据耶律储才的墓志记载 忽利乐台大会的原定结束日期 是1229年的8月24号 但是到了22日 还犹豫不决 显然啊 宗主们并非一致地 用过沃口台 会上是有争议的 而沃口台的对手 必然是拖累 沃口台在谦让 韩魏时所说的话 可能才是问题的实质 他说 虽则成吉思汗 遗诏在此 然尚有我的兄长和叔伯 他们比我更胜此任 再者 遵照蒙古习俗 掌世之幼子 为父亲继承人 而乌鲁黑纳言 也就是托雷 是掌沃尔朵 就是大皇后的幼子 始终日夜成婚 扶持成吉思汗 耳闻目睹 熟悉他所有的律令 这些人都健在 我怎能继承韩魏呢 我们说他这一段话 可谓一语道出了 托雷的巨大威胁性 再说 托雷此时已经监过两年了 这样的威望 在民间有多大影响力呢 恐怕不可小觑 其实当时的列会者 大多归心于托雷 所以已经深受 儒家思想影响的重臣 耶律俗才 为了保证沃阔台的威望 特意请托雷 来执行成吉思汗一命 推举沃阔台成吉大卫 免得引起争端 托雷也听从了这个意见 于是托雷在大会中 宣读父亲的一命 公开自己的意见是 推举父亲指定的继承人 为君王 沃阔台则多方谦让 托雷 查和台 以及叔叔沃驰金 则再三坚持 遵从成吉思汗的一命 最终 沃阔台的就位仪式 是以查和台与沃驰金 做仙道 以托雷捧上酒杯而完成 我们看 这个仪式算是给足面子了吧 由此观止 沃阔台不能容忍托雷 与托雷是否忠诚无关 难道托雷表现的还不够福尚天儿吗 究竟还要以什么方式来显示他的忠诚吗 难道只能以自杀来显示他的忠诚吗 现在看来答案或许真的是这样 托雷只有自杀才能显示他的忠诚 从蒙古秘史描绘的情形来看 我们也可以说 托雷确实是自愿地选择了死亡 这样也就维护了大汉的绝对权威 国家的高度统一 反过来说 沃阔台也毕竟没有污名化托雷 更紧要的是 蒙古帝国的团结得以表面上的维护 托雷之死换取的无非如此 蒙元一支甚至入主中原长达百年 由此观之 托雷的死还是有一些意义的吧 托雷的死维护了沃阔台的绝对权威 以及国家的高度统一 然而 沃阔台未能预见的是 从托雷长子蒙哥开始 元朝最高权力又转移至托雷仪系 并再未更改 决定蒙元地位转移的 正是托雷的姨双苏鲁和铁尼 那么苏鲁和铁尼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子 她又是如何让托雷仪系重掌政权的呢 上海开放大学于小婷 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婚姻往事托雷之死 发生这一切的原因 简要来说 那就是妻子决定家族 女人决定世界 托雷的妻子索罗和铁尼 决定了蒙元地位的转移 支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盛赞道 如果女人都像他 女人就胜过了男人 苏鲁和铁尼本是克列伊提部君主王汉的侄女 王汉部族后来被承吉思汗所征服 各个分而卢制 索罗和铁尼的姐妹们就被分配给了承吉思汗家族 索罗和铁尼就归于了拖雷 亲眼见到克列布 由强大到被消灭 以及各部落之间的混战 必然使得索罗和铁尼更加明白弱肉强食的含义 也更加磨练了他坚强生存的意志 也使他越加的谨慎 越加的注意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 索罗和铁尼最初的支持系统当然是托雷 夫妻感情的深厚 可以举个小例子来证明 1226年攻打西夏 托雷曾经请过假 他曾经以七七索罗和铁尼别起出斗 迟到几天 女孩子对比一下自己的男朋友就知道了 能请假不上班来陪自己看病的男朋友 那才是真爱 可能托雷在自杀的时候 心里也是明白的 他的后事完全可以交给索罗和铁 他可以安心去死了 他们的四个儿子 蒙哥 忽必烈 叙利物 阿里布戈 元宪宗 蒙哥和元始祖忽必烈 是都做过大元 大蒙古国的帝王的 叙利物在西亚开创了伊尔汗国 阿里布戈1260年 在蒙古本土 被部分的宗族贵族推举即位 所以后世的史学家称 索罗和铁尼为四弟之母 四个儿子都曾经做过郡主 沃阔台大概也是知道 索罗和铁尼的巨大价值的 所以他首先想依据蒙古族收纪婚的法律传统 把索罗和铁尼改嫁给自己的儿子 贵尤汗 按照蒙古的法律和习俗 索罗和铁尼是不好拒绝的 但他以孩子们尚未成年为由 客气的 委婉的 乖巧的 拒绝了这一求婚建议 这样就避免了托雷系 被窝阔台系吞并的威胁 保持了托雷系的独立地位 实际上呢 实际上托雷去世的当年 托雷的长子蒙哥就已经18岁了 800年前 18岁的壮小伙 不能说还没有成年吧 即使现在 我们也承认年满18岁 就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 可见 索罗和铁尼拒绝收纪婚的态度 是温婉的 但同时也是坚决的 温婉是不想诉敌 坚决是因为仍然有实力 几乎可以说 温婉台系与索罗和铁尼所有的互动 都是博弈 但博弈的范畴 是在蒙古法律认可的范围之内 这就是权力的更替 仍旧在内部得以转换 而仍旧延续了合法性 也就延续了团结 接下来 沃阔台把属于脱雷及其儿子们的 玄泥体部中千人 苏勒部部中两千人 都给了自己的儿子扩端 两部将士曾经因此投诉于索罗和铁尼 但索罗和铁尼则安抚朱将士 说三千 这个数字是一个小数字 不能因为这件事就非以沃阔台 何况我们都是沃阔台的臣子 沃阔台本就是我们的贡主 核心 这个做法自然是沃阔台和阔端 都对他心存感激 当然 如果沃阔台的侵蚀 已经到了索罗和铁尼容忍的边界 那索罗和铁尼也并非一位仍让的 只不过索罗和铁尼的提醒方法很特别 他的方法是什么呢 眼泪 大哭 哎呀我的心爱是为谁牺牲的呀 就这么哭 这句话显然天知地知 索罗和铁尼知道 沃阔台也知道 于是沃阔台乃指 到这个边界 听住了 除了沃阔台一起 索罗和铁尼还积极争取外援 托雷在世的时候 便与大哥树翅是交好的 他从不因自己的血统存证 自己是父亲最爱的幼子而交横 这和二哥查和台 直接辱骂树翅 是密尔奇杂种 形成了鲜病的对比 1235年 沃阔台派树翅的长子拔都西征 索罗和铁尼按照大汉的规定 是长子蒙哥跟随拔都西政 蒙哥与沃阔台之子贵游 在军中的表现截然相反 贵游联合查和台系的部理 反对拔都 他们不顾拔都受命于太宗 代表着蒙古帝国进行远中的 统帅地位 蔑视和破坏拔都的领导 但沃阔台虽然为此责备过贵游 可是拔都是永远不能忘记 他身上所受的侮辱的 1248年春 贵游汉打算借口攻击拔都 索罗和铁尼猜出贵游的意图 赶紧密告给拔都 由于他的通知 拔都及时东来迎之 消弭了那件 这两件事 也为以后拔都大力支持 是蒙哥取得汗位打下了基础 1241年 沃阔台去世了 从沃阔台死后 到贵游汉继位期战 朱王滥发赵旨排斧 横征暴敛 贵游汉继位以后 下令召回朱王滥发的赤令 摆在他们面前羞辱他们 而别吉 就是索罗和天尼 和他的儿子们 却昂着他们的头 因为没有人能够拿出 他们违背杂萨的任何东西 在整个谈吐中 贵游汉总是拿他们当榜样 又因他们遵守杂萨 遵守大杂萨 遵守蒙古习惯法 贵游汉轻视别人 但称赞和夸奖 索罗和天尼和他的儿子 索罗和天尼 在固权大局的前提下 顺应实施 为自己家族系统的胜利 默默地安放了一块 又一块的大教室 而当机会来临 索罗和天尼 动如脱兔 1248年 贵游汉死于 讨伐拔都的途中 此时拔都则以长兄的身份 在其驻地召开了 霍里勒台大会 审时夺势的索罗和天尼 赶快把长子蒙哥 前往那里与拔都会面 正是这次会面 加强了数次系和托雷系的团结 决定了韩魏的人选 在推选新韩的 霍里勒台大会上 几乎形成了一面倒的形式 索罗和天尼这方面加紧活动 许诺 如果把韩魏交给蒙哥 窝阔台系会得到最大的好处 又继续使小恩小惠 收买任性 索罗和天尼对这些中亲 可谓软硬兼施 温言抚慰 威胁恐吓 交替使用 在此情况下 拔都又断然下令 用蒙哥登基 胆敢违反法令者赞 呼里勒台大会于1251年 在缺绿联河畔举行 蒙哥继委 窝阔台系的统治至此结束 此时距离拖雷之死20年 20年 苏露和天尼充分展示了 他在当时法律制度框架下的 智慧 耐心 毅力 与决断 20年 不晚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她是高丽全臣家族的女儿 却以贡女的身份 被送到元朝的宫廷 成为了一个主管查到的 普通贡女 一个卑微的贡女 却成功逆袭 最终被册封为元朝皇后 那么 她的每一次进阶 都伴随着怎样的权力斗争呢 上海开放大学 姨小婷 下期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婚姻往事 贡女其皇后